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要來聊一下戰隊戰EX武器的事情 現在畫面上是我台版全部的戰隊戰金色武器了 目前進度大概是五星單手劍兩把 五星法杖一把 三星的算兩把 五星書本一本 三星的一本 然後我的武器必花的差不多了 全部拿去買法杖了 我法杖出的又夠少 加速券也用完了 反正這個月戰隊戰我是沒辦法做到 所有上場的角色都有五星裝備可以穿 各位 除非每天重製滿或是運氣有夠好 不然應該也做不到啦 至於一夜裝備沒有強化到五星 會不會沒辦法順利抄作業呢? 就我自己日服這幾個月的經驗 在絕大部分情況下 三星跟五星的差距算小 很少會導致抄作業失敗 所以沒辦法五星也不用太在意 對這部分我之前也有做過測試 連結有貼在影片下方資訊欄 有興趣的可以去點影片來看測試 好啦 聊完台版之後聊日版 日版這個月一夜裝備開放二圖會掉戰隊戰EX視頻 現在畫面上就是我日版全部的戰隊戰夜視頻了 反正我就還是刷不滿 刷不滿有兩個原因啦 第一個就是掉落少 運氣成分我比較沒辦法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夜裝備有分武器幣 衣服幣 飾品幣 其中飾品因為種類少 掉的機率又沒有特別高 所以飾品特別難出 飾品幣就會特別少 然後我之前因為競技場飾品不夠 我有花了一兩萬的飾品幣在買競技場飾品 所以現在我飾品幣花完了 沒辦法再買更多的戰隊戰飾品了 這邊抱怨一下夜裝備的設定啦 首先我覺得夜裝備就共用一種幣就好了 現在分武器衣服飾品我覺得沒什麼好處 重點是飾品又那麼難出 難出得要死 要把飾品搞定真的難度超高 然後商店的部分沒有辦法只顯示金裝 誰會想要花幣買銀裝 銀裝真的又夠礙事 好啦 抱怨完了 反正對於台版玩家來說 如果各位想要在四個月後 戰隊戰夜飾品開放 第一個月可以把飾品盡量弄滿 我是建議飾品幣留著不要亂花 然後加速券等把戰隊戰武器搞定之後 也可以存著等飾品開放之後每天加速用 最後聊一下台版這一天漲草期要刷什麼 我是建議可以刷一下泳裝可可蘿的碎片啦 台版大概還有兩到三個月會開放一個改動 就是角色不會因為升了ES技能 升滿專武跟穿裝備導致TP獲取量變少的改動 有了這個改動之後就不用卡ES技能 專武跟裝備了 所以到時候永可專武就可以升滿 台版玩家現在可以先刷一點碎片 到時候拿去升專武以後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啦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